這是絞肉啦 絞肉我們也姑且稱作肉絲蛋炒飯的 那我們就開始來做這個還有飯 飯是在冰箱冷藏的嘛 冷藏的飯來做蛋炒飯是最佳的選擇 我們把火 開始 把鍋子熱一下好了 爆香的話不用太熱 小火爆香不太香 大火的話只會燒焦不會香 看來就是我們把肉丟下去啦 先把肉炒一炒 這些肉感覺好像不多 有一點韓韓的樣子 要不太多的 煮到一口 煮到五湯 火鍋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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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鱸肉 將 yoghurt 一半 就放在冰店 就放在原來 и隱藏 peuple里 也放到 連蒸 把肉 做些 Students 新鮮葱花放下去 这葱花是刚才赶着去市场那边买 还要有一摊就是卖水果 他顺便有卖一些葱花 葱就跟他买回来 就是不要把那个做餐想到很难很严重 其实你爱怎么煮就怎么煮 其实你个人啊 他这个有加酱油是比较漂亮的 有酱油 有啊 有啊 这样就可以 这样就好 就稍微调和一下 嗯 嗯 这样就好 对啊 那今天这样午餐就有着落了 啊如果不想吃太咸 那就吃那边 对对 其实这边也可以撒一点那个盐啊就可以了 是比较淡一点 对 对 也是有咸不是不咸 是有咸但是不够咸 对比较比较吃起来比平常淡一点啊 要怎么说 比平常淡一点 对 我觉得这洋葱是很有必要 对 要干 整个吃起来会很柴 会干涩 对 如果说洋葱 咬下去 嗯 洋葱有那个水分 然后搭配这个饭就不会觉得干 就是比较湿润比较好吃 对啊 嗯 而且洋葱它也是甜啊 嗯 这个是进口的台湾的 台湾的 嗯台湾的 那各位应该发现我们今天的画面是垂直的哦 嗯 试试看哦 对啊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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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拜拜